Hello大家好,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讲到天堂M台韩版本周的更新内容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韩版在这礼拜新增了一个全新的系统 那就是世界跟大师的排名功能 世界排行榜会显示这一个区域的跨幅1到100名的玩家资讯 大师副本则会显示全幅1到100名的玩家资讯 至于在没有大师副本的新伺服器跟重生幅来说就不会有这个排名 再来这个排行榜的区分也跟原本服内的排名一样 有4个阶段 1到10名、11到30名、还有31到60名跟61到100名 那如果你是第一名的玩家就是同时享有4个buff 那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排行榜的buff 世界排行榜的最高区间排名就是无视伤害减免加5% 然后杀死玩家后他的物品回收成本加20% 然后第二个区间就是经验值加5%攻击速度加5% 第三个区间就是防御减少加2%防御多1 然后第四个区间就是精神加1还有金币掉落量加5% 再来是大师排名的奖励 最高区间是无视PVP伤害减免加5% 然后第二个是增加目标经验赎回的成本20% 第三个是全区光照效果 他这里用傲慢之产来做介绍 原本正常看到应该是左边的图案 第一集的大师排行buff就会变成右边这个样子 清清楚楚 然后再来第二阶段的buff就是经验值加10% 最大生命值加3% 第三集的奖励就是PVP伤害减免加2%防御多2 最后一阶就是体质加1还有金币掉落量加10% 然后这个排行榜也会在每天早上5点的时候进行刷新 那你可以使用那个秘语的方式去跟每一个榜上有名的玩家 进行直接的命运对话 然后如果你是列榜有名的1到100名的世界或大师排行榜玩家 你也可以在那个界面上面输入你的今天的心情 或是你今天的标语 然后这个每天只能输入一次 隔天5点之后才能更新新的标语 同一个世界内移民的话 世界跟大师排名会保持 而且buff会保留 如果你是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话 那就是世界排名会消失 然后大师排名一样保留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台版这礼拜的更新重点 那我觉得台版这礼拜的更新重点主要是这个东西 新增了很多新的收集品 那这边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好了 就是有很多这种可以自己制作的科硬收集品 大家一定要在更新后把它赶快塞一塞 有静命加1远命加1 还有这个是进商加1 这几个算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玩家可以透过日记或者是装备制作 就可以直接做出来的东西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礼拜 我觉得台版的比较主要的内容 我是丁丁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